今天晚上的休息 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场上面 俄国跟乌克兰战争还在焦灼当中 在这个焦灼的情势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个状况 它的独立67律 竟然传出说被解编了 怎么可能说打仗打得这么激烈 而且67律是乌克兰的王牌军 镇守在前线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解编 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竟然这个王牌军在镇前抗命 原来他已经不接受 整个乌克兰参谋本部的一个指挥 他们完全抗命 那为什么叫做抗命 当然跟他们的内部斗争有关 而且这也跟乌克兰内部的情势 有极高的关系 我们看到现在要求乌克兰为国家牺牲 现在也改变了这个增兵的制度 但你要我为国家牺牲 你要我为国家打仗 但你们在击负我的这些人 你们在干什么呢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你现在在征税的 你现在负责增兵的 你现在负责商业活动的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就是乌克兰的官员 他们在西班牙买的豪宅 现在一个一个的被曝光了出来 不但是他们在西班牙买的豪宅被曝光 现在也查出来说 他们在办理税务的人家里面 居然跟中国一模一样 家里面收出了一整叠一整叠 一箱又一箱的现金 甚至现在这种贪腐的行为 也是不断地扩展在每个领域面 我们知道乌克兰过去本来就是全世界 贪腐最有名的国家 全世界都认为说 这一场的战争应该会打醒乌克兰人 如果你一边还在贪腐 一边要求你的人民 为国家牺牲 为国家奉献的时候 你觉得这一场仗怎么打得下去 也难怪说 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 这个所谓的资助 越来越谨慎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大方首颖的战略专家 林丁辉 听会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美党电子报总长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部田杨维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部田张雨萱 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部田刘宇峰 大家好 宇峰 我们知道恶物的战事还在焦灼当中 就没有想在焦灼当中的时候 他们负责夏索夫亚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腰地 这个是乌克兰的王牌军 吴王牌军掉67独立机械旅 竟然传出说 他被解编 搞了半天 他不是被解编 他根本就是指挥官在正前抗命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有新的角落机出来了 新的角落机在哪里呢 在顿巴斯 顿巴斯来讲 其中有个地方恰索夫亚尔 为什么这地方真的重要 因为他是一个高地 所以如果你控制了恰索夫亚尔 这个高地的话 你要打入顿巴斯 其实俄罗斯是非常难的 这是一个一手难攻的一个地方 大家现在抢就抢乌冬啊 乌冬里面最关键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顿巴斯的恰索夫亚尔 没错 就现在守这个地方的王牌军 不干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讲 很多的资源就是丢到第67的机械旅去 过去来讲 他守这个恰索夫亚尔 是守得非常辛苦了 可是来讲现在是士气低落 因为他们的坦克很坏了 他们的飙箱飞弹没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直接抗命说我们不玩了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恰索夫亚尔 如果失去的话 那俄罗斯的军队就可以整个进入乌冬地区 然后继续往下去压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 整个战事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他们这些以前不是很高吗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说呢 那时候战事一出现的时候呢 在亚述钢铁场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说 你们帮我们打伤了 帮我们打残了 只要不打死我们 我们都要为俄罗 乌克兰继续努力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当初这个感动的画面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 贪腐的事件传出来了 这造成什么意思 造成我们在前线 打得很辛苦 你在后面吃得很开心 所以很多贪腐事件出来之后呢 一个一个的照片 一个一个的画面都说 他们把钱拿去哪里 买这个钻戒 拿去买豪宅 拿去买手表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大家怎么打得下去 你告诉我说你没有钱 一直要跟美国要钱 一直要跟欧洲要钱 结果我的弹药也都没有了 我在弹镜凉绝的状况下 我居然看到你的家里面 全部都是美金 全部都是名票 我居然看到 你居然可以在国外制裁 那我当然火大了 对你看我们第67旅 在前面那么辛苦 这是一个税务的代理局长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在家里面被抽出来 大概有500万的新台币 而且各式各样 你看这个是美金 这个是欧元 连英镑都有了 你想想看 我们国家在打仗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家里有美金 有欧元 还有英镑 因为他们在做税务的时候 他给他偷偷灌水 他就说你企业在暂时 你还是得要缴税嘛 结果他把这个钱灌进去之后 他就用退税的名义 结果退到哪里 退到这一口袋 自己的口袋里面 又买豪宅 又买手表 另外一个 真兵来讲 这个东西是引起最大的一个争议 你想想看 现在大家在恰所佛这边 打得要死 然后损伤那么惨重 可是 而且你把真兵的期限给我拿掉了 本来以后说我打五年打十年 我就可以回家了 你说现在这个时间拿掉以后 我要打到这个战争结束 打到这个天荒地了 结果 我在前线为你国家卖命 刚刚讲到 当时一开始 大家对整个乌克兰感觉感动 是在亚述钢铁上 你把我眼睛打痂了 你把我手打残了 你把我的腿打肺了 我还是要坚守这个钢地 整个国家 等于说为这个国家抛头颅撒热血 结果 我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 我在前线吃紧 你在后方紧吃 你不但你家里有美金有名票 甚至我觉得看着更火大 你还买房子 买到西班牙去了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大家会非常的火大 就是现在来讲 过去你打三十六个月 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从前线第一线退回来 现在没有 现在来讲你要继续打下去 但是呢 因为在战斗的 在战争的时间 每个人都必须要上前线 但如果你有给钱 你就可以不用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你的一个体检 这体检报告告诉说 你不适合上前线 这样要多少钱呢 一个人只要二十万的台币 很多的有钱人 一个人二十万台币 然后呢 这个真币的负责人 竟然这样子 A了多少钱 超过一个亿 超过一亿之后呢 这些钱干嘛呢 买豪车 买名表 然后最厉害的是 用沃哈太太的名义 去西班牙买豪宅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般的士兵 我干嘛上前线 这些人只要有钱 你说一个人 一个人给他二十万 这个钱居然有数亿元 让他就在西班牙买这个的豪宅 对 所以呢 这个仗到底要怎么打下去 因为整个人来讲的话 在哲伦师来讲 现在就要想办法说 这个东西 整个士气低落 然后呢 连这个炮弹 然后不是一天到晚 跟你讲说 美国你快点 欧洲你快点 你炮弹不够了 现在来讲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连炮弹的 要买十万颗的 破级炮 总共十二亿的台币 竟然有订单 有付款 可是炮弹一直没来的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的炮弹的破级炮 尤其是115mini的 他们竟然一天只能打几发 30发 一天打30发代表什么概念 你根本就是个烟火秀 你根本没办法 阻挡俄罗斯的军队来进攻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钱 全部都跑掉了 钱你从金流去找 都已经到国外的账户了 后面都是谁 后面都是兵工厂的经理 跟国防部的高官 第一个 大军未动 联草先行 你知道东西要吃吧 结果呢 他们竟然在军粮这边的话 你用什么方式呢 用2到3倍的高价来购买军粮 好 连粮食也贪 对 粮食也贪 但是呢对前线士兵来讲 你这东西你要贪就贪了 但很多很多部分 你有2到3倍的价钱买了 运不到前线去 表示说我在采购的部分 先贪一部分 拿到东西之后 我再贪一部分 另外来讲的话 连这个军用的杂克 过去来讲的话 杂克也有问题 你原本是要买这个迷彩服的 好 结果呢 一件报价大概10块 20块这个美元 你竟然 送到了乌克兰年纪念的时候 变成八九十块的夹克 可是呢质量非常的差 凡是有经手过的 大家A一点 他A一点 减一点 到时候前线士兵 拿到的还是一件 破旧的夹克 不是为什么我们节目 对于贪腐这么在乎 为什么我们对很多的贪腐传闻 觉得一定要追究到底 刚刚讲到的是 台湾反而就是一个 兵凶在围的国家 你不可能依赖说 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群人 前方吃井 后方井池 吃的自己油水 油饱饱的 你要人民替你卖命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来讲就是这个重点 前方吃井 后方井池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奥德萨的一个 征兵中心的副德人 奥德萨那个地理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他是一个夹口 他必须要看的是黑海 然后黑海舰队 结果呢 他竟然用这个方式来上下起手 凡是你只要有钱 然后呢 他会给你开价 平均的中间值就是20万美金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一个服务的话 我就把你弄得再严重一点 反正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当兵啦 那不要当兵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就这样子 收了500万的美元 大概折台 1.6亿 1.6亿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来讲是非常 非常可恶的 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 现在吴克兰也有戒严法 18到60岁的预备性男逸 你不可以离开 对 可是你说 医疗问题 比如你的身体问题 对 你要出国留学 你是担心爸爸 你子女超过三个 你要照顾残疾人士 你都可以 等于我给你出去证明 他就利用这些漏斗 给你收到 收6.4万到32万 这样子收来收去 收来收去 收到1.6亿元 对 然后呢 你看到他在这个地方 买这么棒的豪宅 这么漂亮的房子 在西班牙 然后呢 他太太 就直接用这个鼓励的方式 感觉上把这些税金 把这些贪污染的钱 弄成一个投资的一个机关 在外面来 来 所以导播我们看 这个谁 这个奥德萨 曾兵中心的负责人 鲍里索夫 然后这个谁 他就利用他太太 他太太居然 有在奥地利 有在匈牙利 在都有账户 在奥地利 匈牙利 有账户 然后开始赚 鼓励股息 赚鼓励股息之外 还这么好 刚刚讲的 后来就直接买房子了 对 就直接买房子 好 那刚刚讲的 之前我们讲的 前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列治尼科夫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有战功的 对 可是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怎么会被换掉 他被换掉 就说 原来当时的国防部 已经卷入了很多 贪腐的丑闻 我今天买粮食的 我今天买衣服的 我今天买炮弹的 都有问题 对 这个国防部长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当初有战功的时候 得到西方国家 很多的一个支持 所以包括标枪飞弹 包括其他的东西 一直来涌入到 在乌克兰里面 但是这些东西 最后有上前线吗 没有 出现在哪里 在波兰的黑市里面 在战争的期间 这个人叫达蒂 他是一个代理局长 他最后就写了 一个愿望清单 你以为这是吸引力法则吗 我写的就完成吗 你当然就是要 叫这些企业来捐书吗 他说我今年要赚到100万美金 我今年还要去马尔蒂夫 这件事情有没有完成 都完成了 所以在他的家里面呢 竟然有这些英镑 然后有些欧元 甚至呢 还有卡蒂尔的名表 Omega的名表 这些东西最可怕的是 还有一只宝基的名表 一只宝基的名表 就要上百万的一个新台币 到底怎么来的 一定要就是用这种贪污的手法 去跟企业拿过来 而且现在在这所有资料里面 我最惊讶的是基辅的市长 他这个拳击牵手 当时在国难发生的时候 他说我要在第一线 为这个国家效忠 我们当时还觉得非常感动 就搞了半天 他在德国有两亿豪宅 对好 这个基辅首长呢 基辅的市长 他之前是一个拳击手 然后呢 他的形象非常好 尤其是战争一发生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 穿上的这个防弹背心 然后呢 直接接受访问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要跟这个国家的共存亡 结果呢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用一些税务的手法 去跟一些企业 来要东西 然后呢 叫企业把德国的一些房子 先转到他弟弟的名下 然后过半年之后 再转到他自己的名下 这个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战争 是不是不管 最后会不会结束 等到他们的钱捞够了 你有西班牙豪宅的 你飞去西班牙 你在德国有豪宅的 你是躲到德国去 所以大家讲的话 前方的士气 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 伊朗发动了300架的 无人机弹道飞弹 全翼飞弹 进到了以色列 可是在英国 美国 法国 还有我看周边国家里面 中的一个防务网 防务网还没进来 我全被打掉 当时哲伦斯就有一个宣证说 你看到到以色列 对以色列这么好 99%的飞弹 都把它给处理掉 我们也需要防弹系统 防空系统 可是美国就冷冷的说 两个国家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 我想说美国 怎么这样大小也 可是我后来再去查 才知道 如果我今天看到 你这样的贪腐 你家里都是美金 你在国外有资产 谁鬼才要帮你 对啊 当然就不一样 乌克兰跟以色列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你知道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周轮司机 看到那一个晚上 300多颗的飞弹 还有无人机 飞到以色列的时候 所有门国都在帮他 乌克兰说 为什么没有这种待遇 我好像是被弃止 被你们西方国家 抛弃的感觉 所以今天 回过头来 为什么西方国家 没有全心全力的 在帮乌克兰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就是 内部贪污的问题 真的有贪污 真的有贪污 你知道去年9月的时候 周轮司机到美国去 去联合国的时候 其实他在出发之前 先fire掉 国防部的6个副部长 为什么fire掉那些 因为美国跟人说 你这些都贪污的啊 你还来跟我要钱吗 好 不要讲9月 12月的时候 美国国会在通过 这个乌克兰法案的时候 结果被共和党挡下来 共和党讲一句话 没有监督机制 我为什么要继续 给乌克兰这些钱呢 就像邱国正讲的 没有监督机制 没有监督机制 你钱就可能乱花 就有可能贪腐的情势出现啊 然后你在隔年来讲的话 1月的时候 换掉这个参谋组长 结果这个参谋组长是谁 就是这个67独立女的 这个以前所带出来的长官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你周轮司机把这些人换掉 所以这些独立女在前线来讲 就不想打仗了 所以今天周轮司机对外讲说 我只是姐别啦 送到其他地方去啊 其实都不是 都是因为挣钱抗密 挣钱抗密 那挣钱抗密的原因是什么 我拿不到好处啊 所以67独立机械旅 真的是挣钱抗密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有三个绞肉机 等于说在哈尔科夫这些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越来 夏索夫雅二 越来越重要 它是顿巴斯最重要的高地 结果这里守正地方的 独立机械师 居然抗密 是啊 这里就是最前线 而且是顿巴斯的 最前线这个地方 跟俄罗斯形成一个 僵持的局面 而且就是个绞肉机的概念 如果这里地方尸首的话 那当然乌克兰就无法就挺进 往乌东地方去过去了嘛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陷入泥脑 但问题是什么 你如果前线都叛变的话 不是叛变 这是抗命 抗命来的话 而且他们 哲伦斯基竟然还派 军事调查团到前线去 去干嘛 调查大家打仗状况 结果 回来爆料说 都是异性阑珊 消极打仗 甚至也没有发射实弹 发射烟雾弹 所以这个烟雾弹来讲 就是交代完就完了 难怪现在 恶物战争处于一种 非常极度胶着的状态 是啊 而且你看看 那个烟雾弹 难道真的是烟雾弹吗 说不定真的是没有弹药 也不一定啊 这是后方警司把这些军粮 或者是说弹药的钱 全部都亏空了 因为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 12.5亿的弹药都已经买了 都已经付钱了 就这些弹药全部不见了 是啊 那刚刚有提到说 在波兰的黑市竟然可以找得到 或是在东欧的国家 黑市也找得到 那代表说有人把东欧的运出去 你说我买了12.5亿的炮弹 不是送到前线 是送到国外的黑市 是啊 应该是送到这个 恰索夫亚尔去让他们打仗吧 结果不是在东欧的黑市竟然找得到 那代表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东欧没有送到前线去 那前线里的以前老长官 因为贪污 然后又被换下来 然后自己来讲的话 他们又被解编 所以当然没有人想要打仗 所以现在这个乌克兰 责罗斯基虽然讲啊 就是说你们都没有空房来协助我 英国 美国 你们北约国家都是要抛弃的感觉 你们明明都有那个能力啊 你们都可以协助以色列 为什么不来协助我呢 其实两个国家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美国看起来 在北约国家看起来 你乌克兰内部大家在警示 不是 你跟以色列不然之外 你不管对纳塔也讲 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人家保护我的国家 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啊 你有认真在保护你的国家吗 我再问一下 所有的领导者 你到底在保护你的国家还是 你只想贪污吃钱 是啊 如果贪污吃钱的话 不好意思 美国他永远不会帮你 因为他认为辅助你这个国家 就像扶植阿富汗的前政府一样 一打仗马上绕跑 都卡打 巴里去了 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扶得起呢 所以美国其实最瞧不起那种 扶不起的阿董 好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 恶物战争出现这样的状况 今天的英国金融时报 登了一篇新闻 刚好呼吁你这个东西 有一家德国跟英国的 英国人合资的公司 是乌克兰前十名的纳税大户 对 那公司叫Cosmonaut 然后这个公司 一年要缴了好几千万的欧元的税 然后它是线上游戏的 线上游戏之后 就突然间在去年十二月份 乌克兰的安全单位冲进来 冲他们的公司 你知道吧 说他们违法 把他封掉 封掉 封掉之后呢 然后过了几个月呢 这个负责人啊 被有一个人被通知 私下通知 约在维尔纳 在维尔纳 要钱 在维尔纳私下谈判 不是要钱 更恶劣 叫公司的一半股权啊 叫他交出来 恐吓他 要赚钱啊 前十名缴税大户啊 对 他一年获利大概两亿到三亿的欧元 对 他就逼他 他说你要把这个事情敲好 我股权给我 要给他 让他登记成一个离岸公司 对 就一般的我们的Paper Company 结果这个派去谈判的这个英国人呢 他很聪明 他就把整个过程 通通录音录影 全部录音下来了 交给美国的情报机构 所以他不是乱搞哦 他说不是乱搞 就让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然后美国情报机构介入调查 介入调查的时候呢 他今天把这个全案啊 告诉了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把登出来 然后他宣布 他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柏林啊 会开一个乌克兰的复苏的一个大会 这个人准备公开做简报 那责任司机啊 不敢回应 这个不敢放 所以他就开始讲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他说过去前面那个政府啊 就是那个亚鲁科维奇啊 也是这样子干 那这个人是个 他们是投资公司啊 他在克里米亚啊 投资一个封厂 封电厂 也花了好几亿欧元 他把他封掉 封掉 把他封锁掉 封了不给他干 不给他干呢 也是老招 约在欧洲 私下要股权 那英国人不肯同意啊 就告嘛 就跟他在欧洲 欧盟其他国家 告打关系 这武克兰都这么搞的 就是恶搞啊 然后告就 结果告的 结果克里米亚被 俄国人被输 被俄罗斯拿走 没有标的物了 白告一场 所以过去就这样贪污 到今天还是这样贪污 他据说 这个泽伦斯基本身也贪那一大把 这个仗怎么打 对 所以这个事情 可是这麻烦在哪里呢 俄罗斯如果打赢了乌克兰以后啊 会不会就此停止 当然不会 如果继续再干 其他中东欧国家会继续干下去嘛 所以匈牙利也不是匈牙利 你小时在那边贪污 对这个仗怎么搞法 所以这个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是个僵直啊 然后看起来这个地面战啊 在今年呢 这个地面战 看这目前情况 俄罗斯应该是会获胜 因为普丁最近又增补了 当今有15万的部队 投入这个战场 所以地面部队应该是会 获得具体的胜利吧 但是他们现在的 乌克兰唯一的机会呢 就跟英国合作 用这个暴风阴影啊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用遥控船啊 去打这个赤克大桥 就是把克里米亚大桥打下来 如果把赤克大桥截断的话呢 场面上可以有点胶带 可以稍微好看一点 但整个战况的情况 已经非常的恶劣 我看乌克兰要维持现况的条件啊 目前都不具备了 一学 这样一天我们再讨论是 黄鼠光为什么突然的离职 他说离职要专心打官司 这非常奇怪事 不是讲吗 现在的海坤号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一个Let's buy了 照理讲你真的是公在国家 你应该让他继续做啊 而且520你现在的位置 也应该说到520 你干嘛现在要离开 你到底是自己要走的 还是别人要你要走的 这中间有很多的问号 我们今天我们的老大姐周锦维 我非常佩服他哦 他今天写了一篇 黄鼠光该得勋章 他是在帮黄鼠光叫去 可是我看完整篇以后 他完全证实的是 黄鼠光被赶中了 首先没有错 保瑞哥周锦维 他是自由时报现任的总编辑 但他的资历远远不仅如此 为什么 因为他历经了五任总统的任期 所以代表他是资深中的资深中的资深 所以今天他讲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各位我念他的原文给你听好了 他说什么 他说像黄鼠光一样哦 这种资历从浅见国造 从无到有的参与者 国家应该要颁勋章给他们 怎么可以任其辞官去打官司 这叫做国门不信 所以他两句讯号 第一个国家没有准备颁勋章给他 他才要帮他教训 连个勋章都没有 第二个就是 他真的是辞官专心打官司了 保瑞哥首先第一件事 请问勋章是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事情 请问一下勋章哦 你知道代表什么意义吗 代表什么 空的 就我给你荣誉嘛 这什么也没有留给你嘛 所以黄鼠光连勋章都拿不到 这是周锦文证实的事情哦 连你的心理安慰器都没有 那请问一下 这个第二件事情 是谁不给他勋章 是蔡英文也不给他勋章啊 这才是重点嘛 因为黄鼠光是蔡英文任命 浅见国造小组的召集人嘛 给勋章蔡英文想给就给 他想给谁就给谁 他想给明天就可以叫你来 马上就发给你嘛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代表蔡英文为什么不愿意给黄鼠光勋章 或者是说他连给都不想给 懒得给 这我们等一下解释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周锦文还证实了什么事情 证实了什么 黄鼠光真的没有投入了 他真的要下台育鞠躬了 怎么说 就是他自己讲的啊 他说怎么可以任其辞官去打官司 所以他验证一件事情 黄鼠光真的要辞官 那反面头来叫做什么 没有人要慰留他 这很奇怪的事情啊 我问一下邱国正对不对 蔡英文那时候我们讲了 他儿子邱晃年事情 是不是把他未留住了 对 你说他是国防部长 那请问一下 潜舰国造小组 召集人这件事情 潜舰人要停下来了吗 未来潜舰不盖了吗 要盖啊 其实他是不是耐心的时候 要继续盖 而且打官司跟你持官 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这个位置上 也可以打官司啊 你这个意思是说 黄鼠光没有办法再继续 待在潜舰国造小组里面 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 他人生的资业 而反过头来他现在当前的第一要务 就叫做控告吴子家 妨害名誉 控告吴子家诽谤 拜托一下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潜舰国造 一个叫做告吴子家诽谤 保雷哥 这两件事情怎么能拿来比啊 当然潜舰国造重要多了啊 对嘛 而且他不矛盾啊 他不排斥啊 你可以同时进行啊 保雷哥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在场的 大家每个都打过官司 难不成我们每个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立刻叫他把我们工作辞掉吗 评论别评了 我们专心去打官司 更遑论 这是一个极度重要 攸关台湾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件大事 各位 那我再问第三件事情就好了 过去大家不是讲 没有黄曙光没有钱 我猜不住了 谁有比吴董的官司多 如果要专心打官司 他哪都不能去了 吴董每天跟一个人一样 柯文哲当家里蹲 然后每天看自己的文案 每天在忙那些 不可能嘛 外行人讲外行话 没有人在专心打反爱名誉了啦 你今天又不是什么刑事案杀人罪 你要专心什么啊 反爱名誉 在开我什么玩笑 再来最矛盾的一个点 以前大家都讲说黄曙光 叫做什么 浅见国照的推手 包括黄曙光 包括柳世伟 包括郭喜 包括韩琪的顾问 请问一下为什么 被得更让这些人 去在里面瞎讲 或者在纠缠 不可 你找不到其他人啊 找不到其他人 你耐心的说要做七艘 那我问一下黄曙光 找人要找谁做 没人了吗 对啊那不是就没人了吗 那你为什么黄曙光这次要走 我在讲按照我们周景文 这个大前辈的逻辑 而且周景文特别想到 赖准总统也可以在就任后 继续延览黄曙光在政府团队 代表现在没有啊 对所以我想 各位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因为周景文呢 一次点了两个总统 他说第一个 叫做蔡英文总统 应该要给他颁发勋章 但所以他证实了一件事情 黄曙光蔡英文不给他勋章 而且也不让他继续留在 潜见国造小组的召集人哦 这是蔡英文的动作哦 那反过头来问一件事情好了 蔡英文为什么不帮给他 请问一下是谁主动说要辞职的 黄曙光自己说要辞职的啊 黄曙光自己主动说要辞职 然后开始在放新闻放话闹脾气 那蔡英文理不理 不理 蔡英文不理他嘛 反而重点是在于第二段 第二段他讲说什么 赖清德也可以延续 黄曙光在政府的团队 投效未尽的工作 所以各位他讲到重点 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未来西梢也要一次编 但显然这件事情 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即便在国安系统上 唯一的共识 也就是不管蔡英文 不管赖清德 都没打算把黄曙光留下来 而且赖清德根本压根 不喜欢黄曙光 所以董事长 周景文这篇文章耐人寻味啊 周景文这篇文章 透露了非常多的天机 天机 第一个就是周景文跟黄曙光 他们一定是关系非常良好 而且对全案的了解的程度 非常深入 第一个 他是专业人士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透露第二件事情就是 蔡英文没有留任黄曙光的辞职案 到目前为止没有 因为让他专心打官司 就让他专心打官司 辞职 辞官专心打官司 辞官专心打官司 这个事情 看起来是蔡英文同意的 所以这个 刚才这个文字是什么 任其辞官去打官司 任其就是我让你去打辞官了 所以蔡英文的态度是支持 黄曙光辞职打官司 那这个事情呢 周景文认为不应该 应该要把他留任下来 留任下来 在任上打官司 也可以嘛 不矛盾嘛 对不对 我是被告 我替我的原告 来争取权益 我完全支持蔡英文总统 留任黄曙光 当权鉴小组召集人 然后来告我指甲 这个我完全同意 没问题 周景文的这个主张跟诉求 我也支持周景文的说法 其实是 蔡英文为什么不同意呢 为什么 所以蔡英文不同意的理由 才是真正的理由 第一个不同意留任他 这个继续担任官位 对不对 国安会咨询委员 第二个还有不给他勋章 因为他要跟他索取勋章嘛 他要把他拖 周景文要帮黄曙光出面 要个勋章 出头 以他的这个自由时报的 总编辑的力量 来跟总统要勋章嘛 帮黄曙光打抱不平嘛 所以那问题是 蔡英文总统我们了解他 一个勋章他会小气的不给吗 当然不会啊 一定会给 第二个前面有一个例子 这个邱国正 已经留任到520 所以他留任到520这件事情 蔡英文也可以做到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他都不做 要麻烦到 自由时报的大总编辑 在写文章 公开在2300万人面前 公开要来用文字的 来提出一个正式的 这个正式的要求 这个很奇怪嘛 就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蔡英文啊 有困难 有爱难 没有有困难不能给他勋章 也有一个也不能够帮他留任 换言之讲 这个事情就是要去对应 对照什么话 昨天邱国正在立法院讲的话嘛 就这个事情有弊案嘛 就邱国正很含虚的讲有弊案 那今天周景文在说明了蔡英文的行为以后 就证明了蔡英文不能给他勋章 也不能让他留任的原因 就是在昨天邱国正提出在立法院咨询时候的答案嘛 昨天柯文哲在一个直播里面 大家会说你四年后要不要再拼一次 他说我看看当时的身体状况 你为什么想说这是柯文哲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誓 因为柯文哲以前在讲说要不再拼一次的时候 他都是当忍不让 现在从当忍不让说我要看看状况 撞起来 撞起来 各位我帮你回顾一下记忆 因为柯文哲太常翻篇了 他一开始不是这样讲 他刚才讲说我跟妳讲 各位2028我义无反顾再拼一次好不好 大家都好对不对 他都讲义无反顾再拼一次 那保雷国为什么要再拼一次 为什么他当时要再拼一次 他的政治能量跟生命才能延续嘛 他才能保住他的主席大会嘛 所以2028再拼一次义无反顾再拼一次 请问一下这柯文哲能不能否认这件事情 不能否认 当然不能 而且那也是民众党存续的关键哦 民众党存续的关键跟柯文哲的保命符嘛 让他能够在大安森林公园 有一丝喘息的这个重要的呼吸器 那如今为什么柯文哲在直播的时候说 他有没有讲到时候再看情况啊 我身体好我才会啊 不然活动好再算看看再看看 哎 宝刘哥 完全缺起来 你觉得这是缺起来了 当然是缺起来啊 你怎么会突然改嫌异策 因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翻篇 但义无反顾再拼一次 绝对不可以翻篇了嘛 那宝刘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你要配 而且4年后他还没有70岁啊 现在没有70岁都算年轻了啊 对嘛 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宋楚瑜宋伯伯都在人家占到几岁了 所以宝刘哥我跟你讲 这件事你要配着他去卖聊选举来就cut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他去卖聊选举 去玩的觉悟 对 Part 2 因为卖聊各位 他叫做什么事情 卖聊他叫做避风头 为什么要避风头 避其锋芒 那谁的锋芒 那赖清德的锋芒嘛 赖清德那时候在忙着做什么事情 提出内阁人选 提出人私爱 那宝刘哥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唤醒一下记忆 柯文哲有没有拼过任何一个内阁 任何一个人私任何一个案件 没有 他拿柯文哲的特性是什么 我最多 最爱跟人讨位 什么话他都要讲 什么话都要习惯 他遇到赖清德为什么他不贫 所以去到卖聊有他理由嘛 他要避其锋芒嘛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台北市 包括台世光包括进化城 一大堆臭打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 所以他去了卖聊之后 他需不需要回应这些 不用 他可以手这样子看光电田 他可以握着淋漪里每天去洗头 然后去站入口 你说他不敢惹赖清德 对嘛他知道现在我最好是不要去惹他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理由你以为只有陈凯琳 吓到皮皮刷吗 不是啊 柯文哲看到郑明签的时候 心头会不会发凉 心头会不会发花 他也会吗 当然会嘛 因为这个法务部长他是谁都办 我管你什么大官 反正我叶士文 我管你什么国民党 我通通都给你照样子办过 林芝妙高宏安 他看到高宏安他就想想 欸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哦有可怕 当然会怕嘛 怕死嘛 所以保雷克现在看懂了嘛 为什么他这时候说 没有啦看情况啊身体好 因为柯文哲矩起来他很清楚 自己得罪赖清德 自己威胁到赖清德 最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2028再拼一次嘛 他是不是2028再拼一次 我问一下各位 国民党会有影响吗 他的小草请问一下 跑得到国民党那边去吗 不会 当然不会嘛 他的中间选民也好 他的小草也好 各位记得哦 他都是跟谁要来的 都是跟谁手来 跟赖清德 对嘛 那最原初的始祖 这总统部不是演示给你看了吗 我把小草交给你 你把台湾交给我 蔡英文嘛 就是才是蔡英文当初817万票当中的那些中间选民跟游离选民嘛 所以当现在柯文哲知道 赖清德是因为他的2028义无反顾再拼一次 所以把这个大炮把郑明迁早就已经对准向他了 要是你是柯文哲你敢不敢讲 你还敢不敢讲 不是 而且他麦聊一意底气都没了 对嘛 各位啊 他麦聊选完之后 你如果说选赢 至少好歹还可以撒掰 结果他选到一个证明说 他现代的政治能量跟他现在的声量已经降到极致低 那你说雨萱这差别在哪里 当然啦 保德哥 我们要斬一个人的时候 要杀一个人的时候 趁女婿要你命 趁女兵要你命嘛 所以柯文哲知道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 但你看啊 下面那个黄国昌有够坏心 你看黄国昌讲说什么 这答案不行 太离谱了 一定会再拼一次 这个才对 手爪把人死欸 他说柯文哲 你快去 我推你过去 柯文哲想说你这家好真的要把我害死 我就已经现在赖清德在风头上 我躲都来不及了 对嘛 我就你先等等 大哥你不要先叫我去好不好 我没关系 开玩笑 我先还一下 2028开玩笑一次好不好 所以柯文哲知道现在不能去得罪嘛 就黄国昌反而要把他往前推 那你说柯文哲他有打几个案子 我随便数给你听 台治官我都不讲 最新一个案子是什么 金华城这个案子啊 金华城 我跟你讲各位 这个案子解释不清的啦 为什么 因为当年度金华城的容积率最早最早 勾炸勾炸是大概只有多少 392 他只有392 就到了柯文哲 各位中间有历经好市府哦 好市府把他挡下来哦 你知道到了柯市府的时候 我都不用讲过程 保理哥我直接讲个结论 你知道长到多少吗 840% 吓死人了吗 那你柯文哲这样子你要怎么跑 威京小神你要怎么跑 你当中一大堆迷目 说什么一下子停车回馈啊 任养公园啊 人行道啊 入宿啊 反正就是列举你大堆竹帆不及列载的理由 那大家就不信问啊 你柯文哲要打倒财团的 我不管 反正随便你怎么讲 什么财团把人家当鱼肉 然后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那你要怎么解释 你解释不了也没关系 那请问一下保理哥 賴清德会不会针对这个案子打 当然会嘛 监察月都出手了 对嘛 所以已经有动作了嘛 已经先各位 还没有开枪鬼影已经先过来 已经先看到了嘛 而且我们在数好不好 北市科 星光的都在T17 T18 这两块地 然后到底是怎么样给的 怎么样的贱卖市场 还有我们讲的台志光案 各位 随便你数任你挑选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案子被咬中 柯文哲被列为被告被起诉 他就吃不完兜的手 所以他清清楚之狠的要命 那请问一下 这一把枪 这一把大炮 掌握在谁手上 在賴清德手上 所以你说他还敢不敢再拼一次 好 所以董事长 1月14号的时候你看 柯文哲坚定的眼神 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国家 义无反顾 再拼一次 可是昨天你就看到 这个气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四年后再拼一次吗 到时候再看情况嘛 要身体好啊 跟身体要存在 要人在 要人的自由活动 不要被关起来啦 就是怕这个 这么严重吗 现在讲的吹牛逼吹了半天 最后被收押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变化太大了嘛 因为他的问题非常多 我先解读一下 他当天2024大学 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国家 1月14号讲的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很简单 台湾任何一个政党 当你柯文哲自己输掉总统的时候 他要不要辞党主席 要辞党主席 他说我下次还再拼的话 对 不用辞党主席 不用辞的话 大家有个 我们在做股材有个钱 有个good way 对不对 有个期待值 反丢在那边 我还要继续选总统 所以这个主席给他来做 否则的话 你就要选输的人下台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不辞党主席当天 然后第二件事情 到了这两天麦寥挂了嘛 麦寥挂了以后 他就认清现状 没有底气了 他知道撑不下去 撑四年不可能嘛 对不对 麦寥对他打击有这么大 麦寥一个打击 还有一个打击 黄曙光啊 黄曙光跟他的关系很特殊 他当初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小英 就找一个黄珊珊 小英女孩过来 要当他副市长 她是议员而已啊 她随便找 找个大学教授 找个立位 找一大堆都可以啊 找个这个 黄珊珊干什么 黄珊珊 选立位也选不上的人 黄珊珊有一个哥哥很重要 叫黄曙光 因为黄曙光如果他当国防 他当总统的话 黄曙光就是他的国防部长 他那时候算盘算 他跟国民党一合作 他当总统 蓝白和的话 他的国防部长就是他 因为军方这个系统 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 很封闭嘛 那黄曙光是谁的爱将呢 蔡英文的爱将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有黄曙光 有蔡英文 有小英女孩 有黄珊珊 你看最近黄珊珊 一定跟他不会在一起 为什么 倒霉鬼 倒霉鬼要躲开一点 他很现实 科学理性物实 这个不合格 因为你哥哥倒了嘛 然后你又副市长 那一堆疲漏嘛 我再跟你搞 结果的话 我要坐牢嘛 所以他不是上次 台志光讲的 这个事情 我本人 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他本人不会有事 那谁会有事呢 当然就是 黄珊珊这些旁边 办事的人 有可能会出事嘛 所以他现在知道 他要跟倒霉鬼 保持距离 然后呢 第一件事情呢 先不要得罪赖清德 因为很简单 今天如果 民众党的年轻票 哥哥不在的话 这个票会不会到国民党 不会 会去哪里 赖清德 赖清德的票嘛 所以你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民进党的人 选举最重要的 他不是要搞政绩耶 阿扁在台北市 是当市长政绩第一名嘛 碰到马英九就输了料 把对手干掉 对手干掉最重要 政绩要干什么 不必政绩 对手干掉是第一名 那这里面 未来 你说台湾的政治 不是拼谁的政绩好 是谁能够把对手全部干掉 唯我独尊 对 就跟习近平一样 这个事情就是民进党的选举的基本逻辑嘛 千古不一的逻辑 就这个才最重要 那谁是他的对手 柯文哲 柯文哲 因为年轻票嘛 所以唯一的对手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就是说看健康好不好 我现在跟他讲 不是看健康好不好 看传票有没有来 传票有没有严重吗 看判决书有没有来 这最重要 他知道 他这条招没过 所以这个对比 昨天的讲话真的是撞下去了 不是 他转弯 他释放这个信号 也透过关系去告诉赖清德说 我二八可能不会选了啦 别给我对付啦 你就叫你那个政部长 那个法务部部长 我这条你就不要搬啦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会办到别人办不到他 因为他首长 他没有亲自去签公文嘛 可是图立罪的话 有的时候是很难讲 因为官司 打官司要专心打 黄鼠光讲的对 要认真专心打 那像这种情况 人在说 这些人通通是倒霉鬼 倒霉鬼大团圆 就是他 柯文哲 黄珊 黄鼠光 倒霉鬼通通在一起会被告 好 会成 刚才讲人在说 今天这些人都会被换 他现在之前的倒霉事 都被翻出来了 是 把这个拟称嘛 柯文哲现在真的是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的原因有什么 第一个卖了血的那么惨 让他心里想说 天哪我真的已经没有人气吗 第二件事情就是台智光啊 金华镇这些 我案子可能被办 到最后搞不好是在 真的是在看守所里面 度过他的晚年退休是多惨 第三件是什么 被人家发现原来你157所有的政绩 原来都是那个笑死人 越勤奋 但是看起来是越笨 多笨你知道吗 我们一起来讲最怕碰到什么人 又笨又勤快 你说他就是那种又笨又勤快 是 他现在真的是又笨又勤快了 怎么说呢 我们昨天已经有讲到 他有十大败机 我们已经觉得很荒谬 没有最荒谬 只有更荒谬 怎么样更荒谬呢 他现在讲了 我们先把它找出来 2017年的时候 他说他要推动一个叫 无人自驾巴士 然后还讲一大堆 他说我们要以新科技和思维 来应对未来的问题 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这样 而且他还说我们台湾有很好的产业 一定可以做成 还说什么 半夜如果在新医区看到无人车 再把别怕到 巴士上也没有人不要紧张 甚至到2019年跑到以色列 说你看人家以色列都可以 我们台湾绝对可以 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 不对 你要做这种无人的这种巴士 你要有很多法令的松绑 你要有中央的配合 包括什么 包括就是说你如果自驾车的 上面也没司机 你出了车祸 那有没有保险 这个都是要法令要相关松绑的 还有你车子行经的路线 你说你都无人 你要用GPS 那个相关的是不是也要有相关的规感 所以他要做一个自动无人驾驶公车 对 结果后来那时候所有人家提出现实的难度 现实的考验 的问题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什么东西都等中央法令松绑 那就都不要做了 当时话说得很好听 就到2020年的时候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进行相关的 而且是半夜 他说试跑 好 试跑 然后是半夜 结果后来到了2022年 那个世界议员就问一下他们的一个局长 说不是 我记得你们几年前有讲到无人巴士的那个 结果呢 他说结果从来没有推动过 从来没有推动过 他敲锣打鼓跑到以色列去看 然后他特别弄了一个方案 然后就跟大家吹牛说不能等中央 还有对方在想说我们是有战略的 然后就开始吴吉尔中 吴吉尔中就王世间讲说 你们现在推动这个是什么 对不起 技术有困难停止测试 测试阶段就停止了 不是 不是测试阶段就停止了 连预算都没变 所以有世间议员 什么都没有 就世间议员听到就很生气 世间议员就说你们根本就诈骗集团 你们是四不一没有 什么四不一没有的 你们不了解 不推动 不修法 不编预算 政策没下文 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但是你就知道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柯文哲的政策 说157 结果说得整份假装没在当时 连预算都没有变 你讲了那么多 你说一句实在话 真的让人家觉得说真的太荒谬 但你觉得很荒谬 没有 还有一个最荒谬 哪一个最荒谬 公园 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当秋千吗 他吃饱没吃 把想法都到小朋友身上 他说 这个小朋友都喜欢当秋千 为了当秋千 常常会有很多的纷争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六大公园 包括大山森林公园 我们在每个当秋千前面 要用一个计时器 你要当的时候按下去 当完三分钟 他会逼逼逼 逼完之后 你就要换下一个 就是你知道吗 不到10天 所有的计时器 一半坏掉 都坏了 一半不坏掉 一半不见 那为什么一半坏掉 因为他没有防水 所以下雨他就坏掉 那为什么不见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就是标新立意 我跟你讲 你要讲为什么不见才好笑 那为什么不见 因为他说三分钟 逼逼逼要换一个人 对不对 他就一直逼 一直逼 就小朋友就不要下来 后来大人就生气把他扯下来 扯下来 当然啦 你小孩子都不走 你怎么叫他下来 小孩子有那么好管吗 你一个逼逼逼 小孩子要换下来 所以搞到心想 他说你写在冲杀小朋友 这是每次搞小朋友干嘛 那你觉得很好笑 就包括还有其他的 什么口罩机啊 口罩机那时候 2020年 大家都记得在疫情的时候 六七月 然后六个行政区六台 结果从头到尾 你知道吗 一天只有卖六百分 全部加起来 后来也没再卖了 因为就没有了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也非常荒谬 什么实名制 反正就是一个 你要分流 然后你可以逼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消毒的这个 他就一个神奇基台 神奇基台呢 他总共花了一千万 买了245台 结果用不到两年了 只得一年多 现在全部 你现在看到哪里 你知道堆在哪里吗 他们各局处的储藏室 全部都堆着 所以柯文哲 讲到现在 大家一一把他所有的政策 所有施政 牵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一事无成 又笨又勤快 这种人可以说 台北市总做八年 做了八年 所以我们现在才从天龙国 变成地鼠国 其实他也不见了 趴在地上 被高雄真的是趴在地上打 我们今天就特别警告的是 这个来自华南的这个雨带 会进到了台湾 这个会造成一些灾害 就裹不起来 今天早就扫过去一下子 双北就落大雨 不但落大雨 连连连连连的 很多的部会首长都迟到了 是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今天的这一个暴雨 瞬间的暴雨 真的是这样导致整个交通 都呈现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塞车 然后塞车再加上淹水 你知道人民就非常怒火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 这是高架桥 高架桥上面 然后五谷 还有一些翡翠水库 这个附近的一些山区 雨势更是大到真的不行 然后他们就想到说 今天早上也因为 这个大塞车的一个情况 很多的部会首长开会都迟到 但我们一般人坐公车 或者是坐骑摩车这一切 更是塞到不行 所以瞬间他们说 在那个蒋外安的一个市长 的一个流言区 全部都杀国 今天想说 哎怎么 你不是说很暖男吗 你不是说很体恤人民吗 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大 暴雨的情况之下 你们还是正常上班上车 那刚刚讲的 这个玉带是从整个台 中国的华中华南 慢慢过来的 如果你看到了华中华南 那更可怕了 是 尤其是哪里 尤其是广州 你现在看到 人家有拍出来 你知道他这十分钟的一个 那个缩时摄影之后 你就会看到 哇 那个乌云密布 雨是这样子 整个滂沱大雨这样下下来 然后呢 这广东 广西 都是同样的一个状况 你没有看到 全部厚厚一层 厚厚一层 那是黑云 全部都是乌云 然后他们就想到说 十分钟之内 整个天空本来是白的 马上好像看起来像 而且有的时间点 你知道什么 是上午十点多 那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怎么会 本来是白天 乌云密到 都让人家觉得 已经瞬间变成了黑夜 那路人就算是有蹭伞 其实也都是浑身痴 他现在看到 你看到这个墙壁 有没有 他是就有天地看到 雨有多大 在刚刚风座之下 其实他们讲到说 这个雨真的是下的 也真的是太大了 然后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包括什么台 他们所谓的 看出来的台线 台线在广西地区 延长了大概有 六百公里之远 他说光是看到这个雨 你就会 那个台线之后 你就会发现 难怪这个雨是之大 那还有包括 包括哪一些地方 包括像是连 浙江这个部分 那个卷门 风这么小 卷卷门完全没有办法 被吹破了 吹散起来了 所以这个风跟雨的 一个强势情况之下 连这个购物中心 这个商店里面 全部都是受到了相关的影响 更何况是在马路边的一些车子 所以他们就说真的 不要少看这样子 瞬间的大雨 跟是瞬间的一个强风 这也是未来 没想到就这个雨 在中国反而造成更大灾害 是 在中国造成更大的灾害 那其实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瞬间的大雨导致 还有风的情况之下 导致它旁边已经开始坍塌了下来 那同样的状况 他们就讲到说下个礼拜 也一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云雨带会进来 我们看到了美国跟韩国 最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 他们居然把两个非常精准的间谍卫星打到了天空上去 第一个在去年的这个11月 第一个是今年就在最近丢上去的 他说这个卫星精准到什么程度 精准到你金正恩 你的官邸 你的住所 你的办公室 你所有的东西 他竟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但是看得一清二楚 给你的所有的行怪 你的车辆的进出 都可以被卫星给盯住 那不就代表 金正恩是在随时有可能被斩首的状况下吗 而也因为金正恩有可能这样被斩首 所以他最近才抓狂了 连生化武器都丢出来了 所以现在金正恩保迪哥 已经陷入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 对他来讲 楚门的世界 随时都视若若的在展现在整个美帝的面前 以及美帝的这种阴影底下 所以他当然陷入恐惧也好 焦虑也好 疯狂也好 各位他开始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金正恩竟然开始大量的打造 所谓的生化武器 什么碳居热 鼠疫 更可怕什么 天花 连天花他都在研发了 所以你会讲 以他这个独裁领导人来讲 都已经超出了那一条 兵临疯狂的红线 那理由很简单 包括他前一阵子还去视察 什么超高音速导弹 什么火箭发射器 各位还记不记得 带着他女儿去看这些跳伞兵 然后伞兵全部大家都纠结在一起 塞在地上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他能够把自己 所有可以稳固自己安全感的 军事用途 全拿出来了 全拿出来 他直接就说 不要动我 对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恐慌 各位 你看到这个照片就好了 来 各位 这是2023年Google Earth拍到的 Google Earth它代表一个概念 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开什么玩笑 这是金正恩的官邸跟豪宅 这是金正恩的官邸 这在屏壤 金正恩就在住在这里面 对 等于说全部摊在阳光底下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各位 这个叫做所有人都看得到的 但你不要忘了 南韩打的这叫什么 军用的 南韩先来的准备 从去年打出一颗 所谓的卫星之后 即将要打第二颗 这个猎鹰9号 而且各位 它是SpaceX 帮它所打上去的 他们讲 这个里面可怕在哪里 很有可能会搭载 所谓的SAR系统 这什么东西 对 你说SAR 对 它叫做合成孔径雷达 各位 我直接跟你讲白了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 下雨 会有云层 遮壁 它全部都可以穿透 它可以穿过云雾 对 而且它是更高清的影像 比这个还清楚 等于就是说你人的一举一动 甚至你走到哪里 还记不记得当初 烈沙宾拉登的时候 就是清楚 连人的阴影都能够掌握 对 它是到这么细腻的程度 所以各位 这未来总共男孩要打几颗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跟你报告 到明年总共要打五颗 那你说这五颗卫星 它就只有一个任务 就叫做警钉金正恩 所以对警钉而言 自己不只是楚门的世界 更是随时随地随刻 都有可能遭到南韩的斩首行动 而且这非常妙 韩联社讲 它去年11月的时候 已经透过烈鹰9号 将这个军事侦察卫星1号丢上去 它是用合成口径雷达 当时就讲了 这个照片 在今年的3月 已经传到了这个地面 传到地面 它讲说解析度非常的好 解析度不但非常的好 它怎么讲 它说 你从底下的中央平壤中央区 港口的传播 传播上有什么东西 它居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妙就妙在这里 如果你的军事卫星1号打上去 你已经传到地面 传到地面我都看了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干嘛还在丢第二颗 我丢第二颗就代表 第一个我要更清晰 第二个就是 我要不断的轮替 我根本就是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我就紧盯着你金正恩了 保里面讲一个重点 因为一颗卫星 它虽然是绕地轨道在绕行 但是它会有什么 会有时差会有时角 会有没有办法看到的现象 可是当如果五颗全部打上去的时候 它可以什么 我24小时 可以清楚掌握你金正恩在哪里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来看到Google 20的图片 你要想想看哦 南安看到的叫做高清版 为什么 因为金正恩吓到 各位 它总共盖了15个行宫 15个哦 房子又15个 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地图上 密密麻麻的 这些所在的位置 通通都是金正恩 所以 有的时候住这里 我有的时候住这里 我就让你摸不清楚我在哪里 你要进行斩首的时候 你会摸不着头绪 可是如果我有了这个卫星的时候 而且 它是每天晚上 15个 每天晚上都住不同的地方 那我有了这个卫星 我每天盯着你 你去哪里 我不都知道了吗 对 保里面讲 你知道为什么 我讲15个会说 它是为了规避卫星 为了规避斩首而来 因为各位 你如果说古代的皇帝也要设15个行宫 他会怎么设法 设的很分散嘛 我各地到处哪里想要去往 我到处地方住 哪有人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设15个 开玩笑 各位 你以为它只有这个地表吗 不是 它每一个地方呢 都是有地下隧道跟地下道路 所以都是车进车出 等于是它车子一抹下去的时候 可能我今天从5号下去 对不对 下一秒 其实我人已经从地下隧道 11号 他想说我借有这种方法 我就可以规避掉南韩来狙击我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一样地方 但你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卫星 我讲的已经清清楚楚 他已经细腻到连你房子的一点蛛丝马迹 比如说今天有随护人员在旁边走来走去 今天有这个狗在旁边晃来晃去 他都知道 你金正恩就在这里 不是你要有动作 你一定有请戒 你有请戒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对 而且各位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因为过去金正恩曾经有一个海边行宫 结果你知道这卫星多厉害吗 竟然拍到说金正恩来 各位就是这样 写一个劝 透过他的专属列车 跑到这个海边行宫 来这边做游玩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是竞争 拜托姐 我唱一首卡 OK 你都知道我去 你会不会下个半死 而且韩国跟美国 他不是只有把卫星丢上去 他现在军事行动上面 对你来讲 也越来越有侵略性 之前有一个传说 他的F-35 可以自由的进出朝鲜上空 而且这个F-35 在自由进出的时候 北韩完全不知道 对没有错 所以金正恩他等于是处于什么状况 就是你看得到我 我看不到你的眼前 一片黑在迷雾状况之下 自裸在敌人面前 而他也积极的非常的想说 阿露 那我也要赶快干扰 这个南韩的卫星 但是请问有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 因为即便你再次屡屡的干扰 但是SpaceX还是把卫星打上去 而且还有五颗 包括我们讲的 还有六千颗SpaceX 这个Starlink在天空中飞行 所以你看他更为恐惧的是什么 因为斩首行动 你可能用飞弹 可能用特种部队 但是南韩在近日 竟然展示了全五航 什么叫全五航 包括F-15K 包括KF-16 包括F-16 所有的机型各位 百花齐放 他讲不是一架次一架次的起飞 而是同时飞越到天空 来让你见证说 金正恩你注意了 因为我们这些回力 随时随地 可以出发来去轟炸你 而且现在南韩在军事准备上 你觉得他是玩真的是 可以从最近 他们就丢了一张照片 我对这个韩国男团不太熟悉 他居然是BTS的 这个所谓的少年团 当我看到 他说他的眼神 我们来比照 我觉得太有趣了 这是他以前的照片 这是他以前在BTS的照片 你看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笑容 就你看到现在 他的眼神 完全不一样了 代表哥没有错 首先BTS 韩国当面会让一个人 完全变样子 首先你要知道 他是在韩国我们讲全世界 各位我更正跟这些歌迷道歉 全世界里面都知名的乐团 而且以前这个V 他是以什么形象著称 他是以可爱型 他在男团里面 他是那种瘦瘦弱弱 大概一百四十 对你看他以前是这种可可爱爱 眼睛大大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 他说我自愿 要去加入我们这种反恐特情组 等于我们的献特 他先变这个样子 对进去之后 眼睛都有杀气了 磨练几个之后 用眼睛都可以杀死人 然后你知道多少粉丝看到这画面 保健人家他们说什么吗 说赶快来逮捕我 拜托快点来把我抓走 你就知道他整个人气场 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我也受过不必训练 我今天看他拿枪的样子 我也觉得他是练家子了 而且没有说 他不只是要用长枪 各位他的训练是什么 锤钓长枪短枪高空训练 通通都要 但最为特别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讲这个V 他是BTS 他是全世界有名的 这个时候防贷少年团 这样子 照理讲一下台湾 你要不然就躲兵役了 他居然不单去服役 还去服里面最强的兵种 保健哥你刚才少漏掉 讲一个重点 他不是说服最强兵种 他是自愿要去服最强兵种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韩南海 这就是他 对没有错 跟他相关的弟兄 包括在训练的时候 以及相关的照片 代表他们对于国家 有一定的想法 而且保健哥 而且韩国很故意 你看别人都戴头盔 他就好把头盔拿出来 露出眼睛说 连BTS现在都是我们 韩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了 对 连原本在唱歌跳舞 世界知名的鸿心 都愿意为了南韩 成为我们的特战部队 而且保健哥 以前这个VL 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吗 他是有巨高站的人啊 但你知道这个特种部队 他是要怎么样吗 每天就是要垂降破窗 3D立体作战 所以他都做出这样牺牲 各位来仔细看这个画面 你现在看到的是 以前他在NV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 以前瘦瘦弱弱 瘦瘦小小的这个样子 因为他非常非常嫌弃 结果现在各位 你没有搞错 哇他的背 保健哥我再讲一次 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我看到我都傻眼了 我本来还一直再三确认说 他没有美图秀秀吧 老公 这是他在当BTS的时候的一个照片 当然就是一个美少年 美少男 结果现在跟他讲的 这个肩膀 而且你看到 他的背 都是伤痕 各位这个叫做光荣的印记 光荣的痕迹 代表他抄得够凶 各位仔细再看一下 我不只怀疑说 不只背变宽了 他是不是又找我们阿峰瞧一下 怎么连身高都变高了 整个T型完全变得像是不一样的人 从过去的可爱少男 所以他是现在韩国的SDT的特种部队 对没有错 各位你如果不知道SDT 我简单跟你讲 就像我们的宪兵特勤组 像我们那种宪特 而且呢 他们比较特别是 只属于总统单位的这种 反恐震暴小组 所以各位你看到他们做什么动作 锤钓倒挂 他是BTS 他是空金的 他全身的那个架子 像黄金一样 就他做这么危险动作 对所以他已经 人家韩国当兵是真的 所以他已经正式 从防弹少年团 净化成子弹少年团 因为整天都在打成功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攻坚 对不对 各位你现在看就是他们 像这个我们讲的SDT 他的攻坚画面 从这种3D力做的 你看到这台车子多特别 你想想看喔 BTS的V就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我们讲的 他因为他一方面是从底层切入 一方面要从空中入侵 所以他等于是从两方面 上下3D力的作战 同时侵入到里面 你能想像吗 一个原本唱歌跳舞的美少男 未来变成女背熊妖的壮汉 然后再进行这种震暴任务 这就是南韩厲害的地方 那BTS只有一个人 没有 他们最早录的是GIM 把我们看喔 GIM以前是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花美男 可是你后来 他变成是吧 他居然是吧 是韩国的特级战士 没有错 什么叫特级战士 我跟各位讲 特级战士 就是说你必须呢 要有办法呢 这个跑步啊 仰臥骑坐 都要符合他们相关的资格 而且你开枪喔 还不是体能好 20发你要中18发以上 而且2分钟要进行 72次的这个俯卧撑 等于说你的push up 就是我们讲的 伏地挺身做72下 做72下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也可以 好 他们说82次的仰臥骑坐 反正跟你讲 就是很困难 5分48秒 要跑完1.5公里 但各位 我讲完这个你知道 他们这个BTS说什么 俊说 我跟你讲 我去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要当这种超级战士 因为 我觉得如果没有成为特级战士 太丢脸了 而且他甚至还跟其他成员警告 各位 我现在已经当兵 我获得了特级战士 你们如果接下来这些人 陆续进来的 没有当成特级战士 我跟各位报告 我绝对没有不会报告你们 好 听会 刚才讲的 昨天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说 为什么金正恩那么紧张 连着我的生化武器都拿出来 照讲生化武器是很丢脸的 虽然你是穷人的原子弹 可是你拿出来以后 照讲你的国际地位 你的形象都会大着跌 你干嘛还要做 就代表他真的感觉有危险吗 而且刚才讲的 美国 透过韩国 发射两枚卫星 两枚这个军事卫星 是随时盯着金正恩的 对 去年就传出来了 就是金正恩有可能被斩首 所以其实你看到最近 他这几年来 都一直在找他女儿 带在旁边 一直在观察 其实不单单只是他身体问题而已 有可能有一天会遭受不测 所以现在 为什么去年来讲的话 他 其实金与正也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他在最近来讲的话 其实金与正有释出一些讯息 想要跟岸田文雄之间有改善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当然现在他们也都完全拒绝 跟日本人来往了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拜登政府 他完全不跟金正恩来谈条件 没有什么交易可言 你今天要把自己撤掉核子武器 不然我美国经济制裁 是不可能放的 那金正恩都在讲啊 你美国先给我 经济制裁拿掉 我再来撤掉核子武器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 金正恩意识到了 有可能不小心就被斩首掉 所以美国真的盯着他 所以他为什么要改用什么 生化武器 这个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用这个东西来威吓美国 威吓南海说 你不能给我动哦 你如果动的话 我真的会用这个东西 散步来整个朝鲜半岛 看你们怎么收拾 不是因为刚才讲的 我如果现在撒着飞掉 我每个步骤都被盯住了 可是我这种生化武器 你是防不胜防的 而且你炸过来 说明你还会炸到我的实验室 或炸到什么样的境点 反而是你西方国家破坏了 然后制造这些生化武器 散发出去 所以这时候金正恩 其实最近的一些轨迹 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哦 就说为什么他那么紧张 因为第一个他内部状况 不是很好 跟中国一样状况也不是很好 中国也没办法救他 那他呢基本上只能卖武器给俄罗斯 然后俄罗斯那边拿一些东西过来 但是呢他内部来讲 反塌的非常多 那他本身来讲 内部来讲 有包含金与正 还有包含其他的这些官员的 有些人是很想要造反的 还是有的 所以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北韩的情势 其实没有那么稳定 今天来讲 他已经意识到有可能被斩首 所以在做万全的准备 好玉柏 刚才讲的 案件文就跑到了美国国会去 也说的时候特别强调 美日之间的军事同谋一定要再加强 甚至已经确定了中国就是他的敌人 如果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是 他居然把他的所谓的混血 特种部队的特警队 派到印太去 我们刚刚看到了 BTS的防弹少年团现在在韩国 变得像虎辈熊腰变得像特警 你说日本的这个特种部队 特警队更恐怖 对我们知道这特警队叫什么SBU SBU SBU呢其实就是学习英国特种部队 SAS 用他的方式来参照完成的 他们最大的 这是日本的特警队 对他们的SBU特警队 他们最大的厉害的东西就是说 他们可以在海上 然后呢强行登船 他们平常的时候我出勤的时候呢 我才是自己的船舰旁边 保护自己的船舰 但是呢当我有需要去强行登船的时候 甚至连一些大型的驱逐舰 他们也是可以像日本人这样挂钩 然后强行登船的 我就懂了 为什么现在菲律宾 一直要把日本给加进来 本来是美飞之间的肩并肩军事演习 现在这个美飞的肩并肩军事演习 就要把日本给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在哪里 这个带进来在南海 所以就跟他讲 这海上特警队 是专门处理海上冲突的 对你想想看保洁哥 在南海的时候 如果大陆的船舰 跟他们菲律宾的船舰 又开始碰撞 之前已经 肩并肩碰撞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特警队可以上去的话 他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强行登陆 另外来讲的话 他还可以从直升机垂降 他们做的是一个3D作战的 我可以由海面往上登陆 我也可以由直升机直接来垂降 然后进去之后呢 他们最强调的就是船上搜查 如果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3D来作战下去之后呢 你在南海 是不是日本的势力就已经进来了 最厉害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们最强的就是跟 SAS英国这种部队学习 他们可以做水下除雷 跟我们的海中抱不大堆一样 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很多的国家都有 但是呢海下除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 因为在日本 他们长期以来 因为他们是一个岛国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不同的一个海下的水面 他们是可以完成完任务的 他们可以在水下引爆水雷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以这种水下除雷的一个状态 跟他们这个训练过程来讲 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 所以如果南海发生这种事情 而日本真的把SBU派过去的话 那针对的是谁 针对的就是中国啊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蓝皮书已经说出来了 过去自卫队只能够防守 但现在昆仑说打开了 可以派去太阳影响掌波 这个是日本的外交蓝皮书2024 蓝皮书里面特别强调 中国持续在加强在南海跟东海的军事行动 让日本处于安全环境 处于战后最严峻的时代 而它严峻里面有一个是 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入侵 这个东西会让日本的安全感到威胁 然后这个东西讲完以后 他的特检部队特别警备队就派出来了 对他们就是把这个SBU在过去来讲 只能做成海上自卫防卫的一个任务的 现在已经直接说了 他们有收到一些太平洋岛国的请求 针对个别国家提供数天到数个月不同程度的资源 所以呢在过去来讲 对刚刚的一些部队 对他去别的国家支援的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你过去不管你是操练还是军演 当你有实战的一个训练的时候呢 这SBU完全是不同等级的特种部队 好我们刚才讲的 日本就觉得它整个防卫团 智慧队嘛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说现在 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对 我看到它有一个科目把我吓死 它要背多少 背45公斤 是 然后长行军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海上智慧队 陆上智慧队 他们有一个突击部队叫Ranger Ranger来讲的话 它是以前在过去来讲 第一次月上媒体版面 是因为在训练过程 死人了 所以其实这次在训练会死人的 训练会死人的 所以你这个Ranger来讲的话 你这个是海 路上的智慧队的话 你要先牵什么 生死状 然后呢你要先把你的遗书交代好 交代好之后 你进去训练 进去训练的话 你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要求 没有什么资格说回应 反正长官叫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只有一个回答Ranger 然后呢最后你会有一个四天 类似我们台湾的天长路 这四天里面不是一般的战区喔 你是要把你丢到垂降在日本的山区 日本有很多的山区 是没有开发的 然后呢这四天里面 你一天只能够吃一餐 然后呢你要急行军12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连上厕所吃饭 都被严格的限制在短短的数分钟之内 6分钟要吃完 然后呢他这个山区大概是多冷 是零下5度 所以呢你吃东西你只能吃这个战备口粮 你根本没有时间把这些 这些东西给白饭给加热 然后呢你一天只能喝水200cc 为什么呢 一天只能喝200cc 对因为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想像说你是在最艰困的 战斗的一个情形之下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喝 对如果你真的是发生战事的话 你被投放到敌后的话 你怎么可能有满足的水呢 所以一直弄一直弄的情形下去之后 其实过去就曾经发生有受训人员死亡 然后如果你可以撑过这个四天 然后300公里 30公里你可以走完的话 你最后有一个就是你要背着45公斤的弹药 跟爆炸药的炸弹 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特遣部队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 这里面都是炸弹跟这个炸药 对 这些总共加起来45公斤 四次估计很重 看嘛我光要背起来我都非常的辛苦 背起来之后 他居然要走数十个小时 对你一天要走12个小时 然后你要把这30公里的这个深山 里面的把它走完 但是你走完之后呢 你最终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 就会在山下来迎接你 如果你找完这30公里的话 你就是他们合格的突击部队 董事长 之前岸田跑到了白宫 受到了前所未有高规格的一个待遇 我想这什么了不起 你说没有 这已经改变了整个东北亚的这个形势 甚至影响到了台湾 第一个就是本来岸田也要去北韩 现在不用去了 因为它已经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第二个就是 它居然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潜见国造 因为刚刚讲的黄曙光下台了 黄曙光下台了 我们难道潜见国造不自己做吗 不自己做谁把我们做 难道真的有可能日本就进来了吗 当然日本一定进来 因为日本你要注意 岸田跟这个拜登在美国见面之后 然后第三天 或者隔了一天见了谁 见了贝利宾总统小马克思 小马克思 那小马克思参加 也参加了这个集团对不对 那请问你小马克思扮演什么角色 他是提供他的场地嘛 提供码头提供港口 但是安全部分 就是军事的能力 是不是由美国来帮忙 那经济部分谁帮忙 日本 所以将来的 菲律宾的经济复兴的 主要的工作 就是由日本帮忙 所以换言之讲 在亚太的经营策略上来讲的话 它分成两个部分 军事部分 现在由日美合作了嘛 合作到研发生产制造 这部分 全部开始全面性的 全面 然后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 它现在日本跟美国 成立了联合指挥中心嘛 对 那联合指挥中心由日美各派出指挥官 联合指挥日 这个驻日美军 跟未来要扩大的日军 日本的部队嘛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从二次大战之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重大变化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的指挥权 有可能就会转移到日军 在地的指挥官身上嘛 就不是由亚太司令部指挥 是由日美的联合司令部指挥 那指挥的时候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它反应的时间 更快了 那什么东西反应的时间 就是台海危机的所有的反应时间嘛 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台海危机嘛 一个是南海危机 那台海危机一定会优先发生嘛 所以日美的联合司令部 负责cover的地区 台湾 已经不是只有日本本身了 因为它指挥权移转的情况之下 就到台湾了 所以它这个整个布局的到台湾 然后连同澳洲的 阿库斯的澳洲的 这个整个美军的驻军的 这一条线 就变成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 整个的封锁 对中共的 对中共的一条整条 两条岛链的封锁线 已经把它架构完成了 难怪日本的外交蓝蜜书 特别强调 中国持续在南海跟东海的军事行动 让日本的周边安全 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状况 而最可怕最紧张的是 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入侵 由于地理的位置 一旦爆发台海战争 日本的安全就受到威胁了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年 但是从结构上做改变的是 最近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结构改变了 因为日美联合司令部形成 所以整个联合指挥的权限 跟范围到哪里 当然是很简单 从东海 台海一直到南海 这个全区域的 所以换言之讲 日本扮演的非常重大的 从军需品的生产制造研发 到作战任务 全部在里面 因此在合理的分析 这个时候台湾 是一定是在联防的其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环 而且是最可能发生的一个爆炸点 这百分之百 因为台湾先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如果说 由日本跟美国联合起来 协助台湾建立我们的水下作战系统 这个男人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而且在这个布局的情况之下 他的联防的措施就一直可以延伸到南海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发生 最重要就是还有什么 在亚洲国家里面 只有日本打过仗啊 只有日本打赢仗啊 日本多可怕的 日本今天开始要进入作战的情况之下 日本的作战能力 会比任何一个国家多少强啊 我请问你 你说解放军现在兵力多强 我们不知道嘛 他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海军嘛 那都有打过仗吗 一次都没有打过海仗 日本还偷袭过珍珠港 日本的航空母舰 日本的临时飞机 日本所有的作战能力 他都有 他的操点还在 这么多年还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怎么没有用 这人的问题啊 这个要培养将领的 这个换言之讲就是将道嘛 这个Leadership就是战略 培养战略的指挥官 有战略家有出现好的将军 就能打好的仗 那你现在日本人 很简单 我们比刚刚比讲乌克兰 乌克兰的将军会贪污 对不对 日本将军会贪污吗 不会吗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日本的爱国恐怖的不得了 他不可能贪污的事情啊 所以日本一旦 这个结构建军完成的话 他会是一个非常能够打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部队 然后你 你认为解放军一定打得过他吗 我都非常表示怀疑 你不要说美国了 连日本都打不过 日本很能打 日本是全世界在历史上 能打仗的部队啊 日本赢过哪几个国家啊 日本赢过俄罗斯 日俄战争是谁赢的 日本赢的 整个的东亚共同圈打到哪里去啦 打到新加坡啦 打到印尼啦 全部打半个 亚洲快给他打完了嘛 到今天为止 请问你 习近平吹了半天流 解放军吹了半天流 到底打过哪一场仗 没有 一场都没有 所以真的干下去的情况 我跟你讲 这个结果非常难讲 所以日本人这一次最 被整个 美国把日本的最恐怖的那一面的能量 把它释放出来 那日本人一直想干什么 日本人一直想当正常国家 日本人的概念里面 他们就是扮演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把国家的 他们是日出之国 对 他把国家的兴盛跟国家的历史 当作他们这些做 这个日本人民的使命嘛 对不对 那现在 共产党没有这一套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一次他 这个美日的合作 所造成的未来对亚太的整个冲击 跟影响力 我们现在非常难以估算 好 宇雪 当然讲讲 现在整个弱尔斯 东亚的和平里面 台湾当然一个关键角色 那台湾关键角色 有一个是我们的浅见 因为讲到我们的浅见 才能够反封锁 我们的浅见才可以威胁到日本 才可以威胁到了中国 才可以保卫台湾的安全 结果现在我们在浅见国造里面 最关键的 如果黄鼠光 黄鼠光突然下台 他说他身心俱平 专心打官司 有些他各套话 如果你接从周锦文的特稿 他真的是 专心打官司了 对 没有说 专心打官司有两种 一种叫做是我发自我自愿 我自己要下岗 然后呢我的人生目标就是 浅见国造我不干了 我现在的人生置业 就是我要把吴子佳给告倒 所以打官司比浅见国造重要了 对吧 这是黄鼠光给我们传递的讯号 他说我是自己要离开 我是自己要走 但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你从周锦文的特稿 你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 因为周锦文说什么 周锦文说 他现在明明尽心尽力 从头到尾 把浅见国造从无到有 结果现在得要黯然下岗 然后呢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结果被迫得要去 只能告吴子佳 这是国之 任其辞官打官司 任其喔各位 任其他是有一个主词的 他没有把这个主词写下来 换言之周锦文的意思是说什么 说黄鼠光今天辞职 请问他辞真的辞 是假的 是假的嘛 他在闹脾气嘛 因为他还讲说 赖清德可以再找他 代表他还是要做事的 对嘛 他说现在浅见的任务 这个公由未代嘛 还需要继续忙下去 那你黄鼠光这个时候 赖清德应该要早把他聘回来啊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 有没有领他 还没有 对目前我以前还没有嘛 赖清德还没有提到 黄鼠光这个人选嘛 我现在只听到一个 放出来新的消息 叫做国防先进事务办公室 然后很有可能由唐花来接 感觉起来就是要把 黄鼠光这个位置给替代掉嘛 那你说不对 周九还讲一件事情 好你赖清德用不用他520之后见真章 但你蔡英文现在此时此刻 可以做一个动作啊 你把勋章帆给他 这个很合理吧 现在我们讲的海昆昊 都已经在HAT测试 接下来就要SAT测试 到时候搞不好真的可以跑啊 那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民族大英雄 台湾的伟人 中华民国海军的一个重要的建树 当然是的 那为什么蔡英文不肯给他 所以各位 这就两相对比了嘛 因为当这个海军英雄 他闹脾气说我不干了 蔡英文留都不留 然后他还加码说 我把办公室都清空了 我很生气 我要去告五子家 我要跟他告 理论上来讲 如果台湾还需要他 中华民国还需要他 应该把他喂留 让他继续在潜见国照带下去啊 结果这个人物中文府说什么 我们了解中 他用了解中这三个字 所以显然蔡英文等于是 人眼旁观 你都不理 你去弄你的 你忙你的 我现在没事情 没想要跟你拆 而且照你这样讲 也代表说 我们的潜见国照 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方向了 对没有错 因为各位 过去潜见国照 推动必须仰赖黄鼠刚 是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找到韩吉顾问 只有他跟柳思伟 包括跟郭喜 这些人把所有的事情 框起来了 记得吗 他是透过所谓国安会 支委的方式 跳过国防部 所以邱国正才会讲说什么 邱国正才会说 我们国防部没有督管之责 等于是说 他完全把整个潜见国照把持了 那这么重要的人物如今走了 代表一件信息 代表一个讯号 有其他第三方介入 有第三方来了 所以才可以取代掉他 所以邱国正才可以呛他 踩在他身上 所以赖清德才可以不用他 所以蔡英文才可以不翻给他 讯商给他 那你说这一号人物是谁 我们刚才讲了 老半天我跟各位报告 最近有一个叫做美方的角色 动作评评 特别是AIT 大幅度的约巡国防外交的委员会 包括甚至把我们的海军二级上将 海军司令 航华 找到美国去 而跟他们所有要的见面 所以我敢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如果少了黄曙光 未来美国将会接替这个潜见国照 擔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 为什么蔡英文 为什么赖清德有这个底细 甩都不甩他的原因 好 所以提会 邹景文这篇文章 这太耐人寻诺了 第一个刚才讲说 怎么可以任其此官去打官司 任其就是放任你 你要辞官你就辞 我没有胃流吗 然后你做 就打官司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赖清德赖准总统 可以在就任后 延续找黄曙光 代表黄曙光是可以回来工作 不是他真的不想工作 身军忌疲 这两句话太耐人寻味了 所以周景文所讲的这两句话 代表就是没有 没有的时候 他才会讲这个话 也就是说 代表说没有留下他 然后让他去打官司 也代表说赖清德不会用他 所以我们都讲了 赖清德就是不会用这样的 为什么说 没有给他去让 大家说以前他在卸下这个总司令的职位的时候 其实蔡英文有给二等勋章 你想想 以前他的前老板李喜明 李喜明有给他一等勋章 那现在他自然做的国安会之委来讲的话 基本上不见得是给军方的勋章 但是要对国家有功嘛 你对这个浅见国造来讲 不是一个立大功的一个东西吗 应该就要是给政治方面的相关的勋章 但是也没有 这样子的话不问不问 然后你知道 如果要给勋章 周景文也不用写这一篇 黄曙光该得勋章了 是啊那就代表说 该得勋章就是你没勋章 你没勋章嘛 那就没勋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也怕出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是个蛮洁身自爱的一个人 就说如果我今天给他勋章了 那哪天他出事了 那我是不是要把勋章再收回来 那不是很麻烦吗 那我就观察一下 了解一下他底细 中间的过程是程序有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时候才决定又不要给 但是我想因为520已经快到了 已经没有 那个程序已经过了 所以基本上 已经是回给市场了 不可能给了 那接下来的话他又说 黄曙光说他用民间人士 来提供给台船 或是提供给国防部的相关的资讯 不好意思 你今天如果是变成民间人士来讲的话 潜见国照的内容全部都是机密的 你怎么可以去接触勒 你怎么说我还要再去这个勒 所以其实他前面后面 我看起来完全等于是 你现在如果有这个位置 你真的想 大家需要你的贡献 你这个位置就好好坐下去 而且这已经是 Let's mind 最后一里路了 这应该 如果你真的功劳这么大 绝功胜伟的话 应该这个钱财 你要去占西位的耶 而且接下来的国防部也好 或是接下来的台船也好 应该要重金理聘 聘他为什么 不管是顾问也好 不管是什么这样的 怎么会是民间人士 还是在政府内部啊 还是在国营企业里面啊 不为什么 不会是民间人士嘛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民间人士 其实就是代表说 政府不要他了 大概坐到这里 但是不是政府绝情的问题 可能中间有什么猫力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 那我们讲说浅见好了 浅见国照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自己可以留下技术也好 还有相关产业链 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我们浅见了不能打仗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美国是来检查过所有的 记不记得我们前前日子 有美国的相关部队都来从北到南 包含我们恒指所 包含很多的电展室等等之类的 都去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可以作战可以征收 那这时候如果他看了看我们的浅见 因为我们记得浅见剪彩那时候 其实有美国人在在现场嘛 包含那个AIT的这个都在现场 所以呢他们看一看以后 会不会觉得说浅见到底它的功能在哪里 能不能发挥它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 一个有效的做法 如果台湾就是一个缺口呢 那这时候怎么办 要改进嘛 要改进来讲的话 当然黄曙冠 可能就是挡在前面的一个石头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 他正在全力发展机器人 现在看到这个是波士顿动力公司 最新的机器人 对 你就看到 太厉害了吧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各方都在做这个机器人 而且呢 他说他已经做到人 等一下 他以前是做根本做不到人 可以做到的部分 对 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部分了 那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机器人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 用双脚来走 所以呢以前在工厂的机器人 都是走轮子的 可是你看这个机器人 他现在倒在地上来讲的话 他竟然是用个反方向 然后把他的区关节 宽关节直接180度转过来 然后呢在另外一个角度站起来 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 我今天早上重复看了很多次 因为他已经跳脱我们人类的思维 人类只有一个单向性 我今天跌倒之后呢 我一定是用手撑 脚把自己站起来 他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全驱起来 之后有没有 直接立起来 这个人家讲说 再怎么厉害的瑜伽大师 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呢现在来讲波士顿动力 他们做出来这个机器人 已经有一个新的思维了 他不用说我长得像人 我就必须要用人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们可以讲说 这些机器人 你可不可以在工厂里面工作 可以在建筑工地工作 你现在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他真的可以做到了 对这个东西 其实他们Sandbus 他们在沙盒实验里面 很快就可以有机会量产 然后呢这个是模拟 在一个工地来施工 他可以爬龙梯 你能不能够走过这个独木桥 因为你在工地里面 你是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架设好给你的嘛 好他可以进行一个抛街的动作 如果我今天有要继续做事的话 我推下去 我可以自己去想方设法说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之后呢 我用AI大数据计算 他可以跳上可以跳下 而且他最后一个翻身側 这个东西是一个跑酷的动作 这个东西对人类的跑酷来说呢 已经不容易了 他竟然可以这样子翻身 他还可以做一个夜的动作 这个东西来做下去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的一个平衡系数 已经拉到极限高了 等于说他用视觉 然后呢可以换成他的一个计算 最后翻身下来之后呢 脚是可以踏步了 然后不过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呢 他用三个手指 过去来说的话 我们就知道机器人是不是要用五个手指 可是波士运动力说呢 经过他们的仔细测量 你要在工地里面 在仓库里面 在一个运输过程当中啊 三个手指就够了 所以呢 其实他比较像是其他的动物 我需要用三个手指 我就可以把他控制住 这个东西对其他的机器人公司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看 跑步动作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可以一接一接的一个踏步 然后最神奇的是 那这不就铁人 人者比赛吗 对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跑步动作 最神奇的是 他可以用側身的时候呢 还维持平衡 所以呢 其实现在机器人的发展 有了AI之后 已经不是一步一步 而是线性发展 这个动作其实有点困难的是 因为他的这个独木桥是非常窄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两边的一个平衡给算好 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了 诶 刚才讲 以前郭代明讲说 他要搞一个机器人大群 大家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 我如果现在看着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 机器人大群是可能的 没错 因为在过去来讲 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有个传统的思维 就是要像人类 可是当AI出来之后啊 你把东西丢进去 他给你一个计算完成之后呢 他告诉你说最方便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可以做出跑酷 他可以做出原地起身的一个动作 这都是计算出来的 所以当这个思维跳脱 跟我们人类的关节 一个相似性之后呢 他的技术呢 一日千里 很快的 我们就会看到他实际上的运用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 他可以做搜救 他可以做战场管理 他现在可以在工地里面 他可以搬运东西 他什么都可以做了 对 而且呢 他是纯电版本的 当你觉得他累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一个快充的设计 你倒下来 其实充电10到15分钟 他又满血复活了 当这些东西 这些机器人上线之后 其实很快的 一般的大型企业里面的工厂 大概这个Atlas的机器人 就会上线了 一般的人 马上就会被淘汰了 好 那刚才讲 他只有三根手指头 有人测试 他那三根手指头的握力非常强 对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他这三根手指头 模仿的是野兽 当你的这个力量 可以把它加剧下去的话 三根就足够了 所以这个握力 是可以让他 从事一些比较困难 甚至是一个 在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一个悬崖里面的 一个搜救过程 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 其实对以后的战事 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发展 好 会成 大家讲到 科学越来越进步 可是有一个老天 我们没办法控制 今天早上双北地区 整个北台湾 都感觉到那种狂风暴雨 那个雨来的非常的大 那结果没有想到 他真的是只是一个雨雨带 只是一个雨雨带 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灾害了 是 而且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事实上 它就是短短一两个小时时间 那整个双北 竟然有超过11个地方 它的这个瞬间雨量 都来到超过80毫米 所以其实积水是非常非常快 就跑整个水就这样积上来了 造成今天早上的一个行径 还有包括早上的交通 都大打劫了 很多人上班时间 都因此而受到影响 从新庄卢洲 汐止 泰山 板桥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然后他们就在讲到说 尤其是五谷 五谷其实 因为它的雨量 实际瞬间来得太大 所以多处积水 然后还有很多像 你可以看到的 根本就是路上行舟 类似的画面 所以他们也在讲到说 今天台北市很多市民 包括新北跟台北市民 都向市长信箱去说 为什么 今天没有停止 这个雨里带 是从华中华南来的 若往回推 华中华南的灾害更可怕 是尤其是昨天 昨天其实是 它包括广东跟广西 它们都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一夕入夜 什么叫一夕入夜 你现在看到外面 你觉得还有冰雹 然后看起来是 早上是十点 就没有想到 你看这是十点 看起来根本就是 跟傍晚甚至 已经到了黄昏的地方一样 所以很多人 都是在网路上讲说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白天还是很夜 怎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们讲到说 这个风 瞬间风切来到十一级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 它不过就是一个雷雨包 这个雷雨包的风墙 宇宙居然跟台风一样 就跟台风一样 然后很多人就想到说 不过就是下个雨 怎么会瞬间下了这么大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到底有撑闪跟没撑闪 其实都一样 因为到最后 你还是一样全身湿 然后很多人 就会拍到这个相关 包括你在高楼拍的话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风切 然后雨因为是这样子 滂沱大雨 所以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 那还包括你看刚提到的 十一级的一个瞬间的阵风 所以导致这个商店 本来都是要把那一个 铁门拉下来 结果全部都吹垮了 还有你的一些超市里面 所有的一个半售东西 也全部这样子全部都倒 所以他们讲到说 不过就是一个台风 不过就是一个下雨 怎么导致感觉上 好像有点上演着一个明天过后 这种极端气候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心 现在这个气候 是不是有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建筑 以及我们现在一个相关的防御措施 事实上都很难抵御 好 雨萱 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担心 现在印尼火山又喷发了 而且这火山喷发 根本就觉得跟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因为我们讲印尼的火山 它是属于火火山 就是它这一次喷发 那是什么意思 在短短24个小时之内 连续喷发了5次 所以它导致这个形象 各位 这个叫做雷火交加 你很难想象说 打雷跟火焰怎么会交加在一起 真的各位 为什么 因为它的火山喷发的时候 各位 它一喷就喷到了什么 将近快要2万 各位2万公尺 你知道2万公尺什么概念吗 我们飞机飞的平流程 大概才1万公尺 所以当它喷到2万公尺高的时候 会有一个现象 也就是它的岩浆呢 严重的影响到了平流程 以及对流程相关的 这是印尼的火山 对 老杰哥你现在看的状况 火焰有没有 直冲 整个火柱熔岩直冲云端 而云端之后 开始噼里巴啦噼里巴 那是什么 爆雷闪电 所以等于说 它的火焰也影响到 这个闪电状况 所以他们先公讲说 这个太蓄气性了 搞得很像什么 希腊神话里面 这个众神之怒一样 所以它是一路火焰延绵天边 而到天边之后 云朵在降下雷击 所以他们最后呢 开始在收集这些雷击的记录 说远远超过 一般飞机飞的高度 高达2倍之多 而且呢高达1.8公里 所以我们讲 这种爆炸性的热雨 非常的恐怖 但与此同时我们讲 除了说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以及相关的灾害之外 最可怕的是什么 怕是怕在火山喷发之后 它还可以引发海啸 真的假的啊 火山跟海啸有关系 对没有错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在印尼 我们讲这个苏曼达那岛跟爪华岛之间呢 他们就发生这个状况 各位 你现在就看到这个火山喷发的状况 你说雨萱这个没有火焰 也没有闪电 但它有一个更可怕的现象 就是海啸 为什么 因为当它火山山体喷发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原本它这个火山的高度 大概是338公尺 就毛根据你知道它喷发完之后剩多少吗 甚至剩110公尺 所以代表说它有高达200公尺 崩落了 山体直接崩落 所以等于是它把整个山体喷上去之后 然后呢掉到了海里面 那我问各位 你把石头掉到水里面 都会骑一个涟漪 骑一个波澜 你今天把200公尺的山 直接砸到海里面 你就会发生什么状况 当然就是大海啸嘛 所以他们说这个大海啸呢 当时就有一个少年喔 在这个潘泰卡里塔海滩这边 他说我吓死了 为什么 因为火山爆发已经够恐怖了 结果没想到瞬间海水暴涨 然后呢当地直接陷入这种乌漆 马黑四周 这个无耻不见的黑暗状况之中 全部大家都淹没 然后水来了 然后电断了 然后一切都看不到了 外面一切瘫痪 甚至有一个乐团有够倒霉 这个乐团叫17 那个时候他们在万滩省的海滩当中表演 就各位看到画面 结果表演的表演者 有没有仔细注意看喔 然后接下来外面出现什么状况 不知道 海啸来了 对大水淹过龙王庙 从舞台到乐团到现场的观众 现场数百人一冲 因为各位他会冲过来之后 再把你拉回去 全部人都落海 结果四个团员有两个人 当场不幸罹难 而且罹难就算了 连鼓手都找不到 然后呢许多的观众都因此而受伤 甚至是生命就此消失 好回程 刚才讲的除了亚洲 刚才讲中东 中东现在也碰到了大水 不但中东碰到大水 杜拜的水还没消 是我们都知道杜拜竟然一天之内 下了一个可以说是一年的雨量 所以导致杜拜呈现一个很严重的灾火状况 旁边的阿曼也是 事实上阿曼这一次除了就是说 陷入了一个狂风暴雨的情况之下 阿曼这个部分还造成人员死伤 阿曼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你看他几乎可以说是爆发了一个山猴 然后因为这个瞬间来的太急 所以有一辆车里面是有小朋友 就这样子整个车子里面 17人造成死亡 这个辆校车还有多名的同学 几乎全部都罹难 那同样的状况一样 也都是因为在山区的关系 瞬间的雨势导致排水不好 所以你不要看以为那半周一样 没有他原本其实都是在马路上的 还有因为山雀关系 然后太过陡峭 完全没有办法去排水 所以就类似这样的灾害不断的攀升 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 死伤人数已经来到17人 那你看他还拉绳索要干嘛 其实他是进行相关的救援 因为有些车子就被卡在中间 完全动弹不得 所以这些人其实也是拉绳索 然后进行就是其实很危险 他们自己这样也很危险 但没有办法 甚至后来有叫直升机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救援 为什么 因为真的这个瞬间的雨量太大 所以导致原本行使在车子上 或在路上这些完全逃生不及 所以到底这一场的暴雨 造成多少的死伤 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很多车子就这样子 卡在山洪旁边 或者是很多车子 其实都被冲到水里面了 到现在都还不见身影 这是满目创业的景象 就是有一些地方水退了流下来的 你看这每一台每一台车子里面 他的人其实很多都已经拟难 所以到目前为止 死伤人数还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这次中东这么严重 中东很严重 那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在哪里就是 巴基斯坦的西部跟阿富汗 他们也说是这一次4月15号 雨季根本就还没有来 但是却也是一样的 狂风暴雨 那其实这个暴雨的情况 比较可怕一件事情是 它是30年来最湿的一个4月 那包括这个暴雨已经釀灾 釀成巴基斯坦 就有63人死亡 那这63人死亡 其实其中还有电极的部分 那电极的部分 就有造成死人死亡 所以其实房屋倒塌 然后因为倒塌之后 人在里面 很多地方到现在 还有那些灾害元素 也还没有被盘点出来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相关的画面 其实是临近的阿富汗地方 所以同样的阿富汗 他到目前为止统计出来 23个省就有66人死亡 另外还有36人失踪 百余人 事实上现在也是伤亡 在医院拯救当中 董事长 在选举完的时候 柯文才对他的小草门讲 4年后我们要赢回国家 他义无反顾 要再拼一次 就昨天晚上在问他说 4年后会再拼一次吗 他说到时候再看看状况 要身体好 他身体有不好了吗 他身体没有不好 他还能够什么双北 他能够到骑单车 骑单车到彰化等等 你看这是超人的体力 我觉得问题不是身体问题 反正呢 船票快来了 船票 都这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啊 因为在台北那么多事情 你看那个台智光 对不对 光台智光一个案子 陈崇文被收押 然后他难道 然后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他起码要当个证人吧 你说五二里之后 会有心风邪欲 那一定会有的啦 因为我讲很简单的 民进党有个逻辑 你很清楚嘛 民进党当选总统高兴幾天 高兴几天 一个晚上 高兴一个晚上想什么事情 下次联任 想下次联任嘛 所以 2028的联任 现在是民进党最重要的目标 跟课题啦 没人在想八行啦 应该精准的讲 保卫政权 民进党的逻辑是 胜利是无可取代的 对的 所以民进党最重要的就是 2028要继续取得胜利 这是赖兴德首要之物嘛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如果取得在2028胜利的 最重要是什么事情呢 是要伟大的政绩吗 还是要干掉政敌 干掉政敌 干掉政敌是重要的任务嘛 那干掉政敌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很简单嘛 政敌本身不是很干净嘛 不干净的政敌的话 就把它不干净的地方 呈现出来就好了 那司法公平的教授 民进党做事会不会那是可受公平 可是杀人很厉害 民进党这个 干掉政敌的工作 他已经有这个切身之痛嘛 台北市阿扁都很清楚啊 阿扁做多少 台北市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 你同不同意陈水扁 我同意 陈水扁最好的市长 最烂的是马云九 第一名就是陈水扁 结果呢败选 所以政绩做好有什么用 政绩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要把柯文哲 在八年在台北市的 那些拜行列星拿出来亮一亮 给大家晒干一下 让阳光进到他的黑暗之处 这个时候还给 再还给台北市民一个公平的空间 这个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不是最重要的业趋吗